Data source 放进来之后的话 那底下的话我们再拖拉一个 list view 那这个 list view 当然第一个也是会找到那个 这个我们的这来源 那底下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的他没有自动格式化那个功能 其实我觉得这功能蛮好的 但是呢在 list view 里面的设定方式 就是跟其他控制项不太一样 那还有哪些要设定的设定完一之后的话呢 底下就只能设定什么设定 list view 那 list view 部分的话呢 当然你会发现的他的配置 第一个我们来了解一下 他的配置方式的话有格线 那格线呢你会发现的他其实呢 跟 greenview 很像 他的 排列方式上面是栏位名称下面是资料 第二种是有点像是并排的 那并排的方式的话呢各位可以发现的 他是 有没有他的他是 一个 这个 有没有 这个是 一栏一栏的 也就是说跟 greenview的那个多栏式的很像 有点类似上 多栏式的这种方式 那还有所谓的项目符号清单部分 那我们先选这一个好了 其他有流程 流程跟单一列 单一列变成这样子 其实有点怪怪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用那个 项目符号这部分 那他有样式 不过样式你会发现的就这三个 这是三个 那如果说你要增加的话你自己要去更改他里面的那个 这个这个设定 那再来的话呢 启动分页 或者是启动动态资料 那特别 可以注意这地方一样 为什么不能打勾呢 其实这个部分呢牵涉到现在确定 你要能够打勾的话呢 不过你设定完之后你会发现底下他自动帮我产生这些Templates 这个是他自己产生的 那他的产生的部分的话呢 各位如果要修改的话 也只能到原始档里面看一下 如果把原始档打开来你会发现 他这边就会自动增加了好几个Templates 那Templates的话呢你会发现Slay的ItemTemplates 有没有是这个地方这个标签 还有Layout他的版型的Templates在这里 所以你要更改的话里面 也有相关的比如说颜色 Background Color 跟他的什么Fund 他的这个字型部分 那这部分的话呢因为他目前没有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设定方式 所以你可以从原始档里面去更改 原始档里面更改 OK那这里的话呢 刚刚有看到那个启动 如果执行起来的话呢他不能够 新增修改删除 那如果说你要能够启用的话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前面讲过很多次就是 在下一步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能够新增修改删除的话 第一个你的资料库里面一定要有那个Key 第2个在进阶里面这个一定要打勾 按确定之后的话 在下一步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你再